板礁的幼儿园群聚 截至目前全案累积15例 民众党立委蔡碧如就痛批 说为了要阻挡这个Delta病毒入侵 指挥中心应该要重新检讨 未来16周的疫苗接种计划 再把时间交给佩萱 好 各位先生 我们今天请教授我们碧如委员 聊到什么议题呢 我们来到说好 现在这一起新北的幼儿园群聚案件 真的让大家很担心 已经累积15起的案例了 那大家就不禁想问 如果传染力这么高的话 加上昨天陈时中一句话说 看起来可能比较类似Delta 那大家就很担心了 第一个我想先问委员是 Delta如果真的今天确定 基因定序试的话 到底从何而来 据我们所知本来不都挡在境外吗 除了长荣基事案 长荣基事案是 也许又是大家在讨论的一个破括 那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个场景似曾相似 从那个4月中的那个3加11 没有会议记录 没有专家的一个会议 然后之后就爆发了一个 万华的一样子 一个群聚的一个状态 这个产品好像似乎又来 那这一次是会不会是 长荣基事又没有遵守 这样子的一个 5加9的一个规范 而造成的他们这样爬爬造 这个很难讲 我觉得就是说 不要我们 第一个我们不要去猎物 第二个就是说 幼儿园的这些小朋友 现在乃义的状况之下 有可能真的都是Delta 但大家回想一下 从6月底以后7月8月 我们境外进来的案例 它的基因定序 几乎都是Delta病毒 可见的就是说 时间久了 这些Delta病毒 就算这些民众 都有按时的去隔离 但是是不是有 有些会不会是有 就是有一些遗落 或者是时间久了 事实上它就是真的 还是会进到本土的 一个社区里头来讲 那这样子的一个小朋友的 一个群聚的感染 可能就是我们这一波 要面临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场景 似曾相似 5月初的一个场景又来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想 我们怎么去防范 我们怎么去防范 其实我要讲一下 小朋友其实感染了COVID-19 事实上它的症状 大半都没有症状 但是呢 它的CT值可能又非常的低 CT值低 就是表示它传染力非常的强 那这些小朋友 因为第一个它没有症状 所以它又跟家人同住 因为它一定有它的照顾者 那照顾者可能就是 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之下 被感染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算它有症状 其实对小朋友来讲 它有时候发高烧 或者是它有一些流鼻涕的症状 可是它的活动力 还是相当的好 所以在小朋友上面 当然美国有一些研究出来 就是说 小朋友得到COVID-19的话 事实上他们的症状 都是比较轻微 第二也很少会演变成重症 但是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还要再观察 因为目前 从英国的变异株的 Alpha Beta之后 现在是印度的变异株的 Delta病毒 那这一支病毒显然 在全世界里头 大家觉得它的传染力 也非常强 那也容易造成一些重症 那要讲的一个就是说 这些小朋友 幼儿园的小朋友的爸爸妈妈 刚好是这一波疫苗施打下的疫苗孤儿 所以委员其实有建议 16周的施打疫苗 有一些新的要调整的吗 对 因为讲到这个疫苗的孤儿 这些小朋友 幼儿园或小学生的这些的爸爸妈妈 大概就20几岁到40岁这样的之间 那我们过去几波的打疫苗的一个状况之下 二类一直插队 二类一直插队之下 其实很多的年轻人 20几岁的所谓的在经济学民 他每天必须要出门工作 他的小孩子可能刚好就是 目前的幼儿园的这个阶段 他是很多是没有打到疫苗 这就变成一个疫苗孤儿 那小朋友染疫了 他可能就相对的 可能也会传染给父母亲 所以呢 接下来大概就是疫苗的施打的建议 这当然就是工卫 我也是要稍微讲一下 工卫的那个张长远老师 他跟我跟我讨论完 他说还是要去呼吁一下 我们下一波的疫苗的接种 因为目前有两个 一个是我们目前全国第一剂打完疫苗的比例 大概就44% 那但是打第二剂打完的施打的那个扑盖率 只有4% 4%很多 所以就是有很多年纪大了 所以我们会建议说 第一剂跟第二剂要同时打 因为郭董既然在前年回来 就是解隔离之后 他说他现在对疫苗 BNT的进来的话 就周周有疫苗这件事情 我想大概如果疫苗 我们现在疫苗充足了 就第一剂第二剂要同时打 然后第一剂从40岁往上或往下 因为也过去可能有一些人 他就觉得说他不想要打疫苗 但是面对data的病疫株 我会建议这一波 40岁以上没有打第一剂的 还是开始施打 所以第一剂跟第二剂要同时打 第二个就是按照年龄打 比如说第二剂之前都是年龄大的打完了 所以还是按照年龄一直打下来 其实全世界的打疫苗的政策 没有人像中华民国台湾这么混乱的 每一波进来的疫苗的顺序都不一样 所以还是按照年龄打一直打下来 那再来就是 就是第一波是一二剂同时打 再按照年龄打不要去分类 然后再来就是 我要开放混打了 对对对 开放假设要开放混打这件事情 如果你的第一剂是AZ 那第二剂可以是AZ 那如果你开放混打的话 就是AZ就AZ 莫德纳就莫德纳 再BNT就BNT 那如果混打的话 就第一剂希望是AZ AZ可以混打莫德纳 AZ可以混打BNT 这是为了解套像我们这样子 我们本来第一剂打的是莫德纳 但看起来真的没有新的莫德纳进来的话 我是不是应该要思考说 我必须要有混打的可能性 对对 那现在美国的FDA 甚至都有建议说 BNT如果第一剂是AZ的话 第二剂事实际上 它可以采用混打的一个状态 大家感谢我们BNT委员保卫时 建议委员建议 谢谢 好你刚刚提到委员 他其实特别提到说 我们在未来的16周内 恐怕得更改一些 我们的疫苗施打的策略 因为以现行来说 第一个我们的第一剂 也许你用季次人口比等等 看起来好像数字越来越提高了 但第二剂的覆盖率到底在哪里 另外像我刚刚提到的 很多人他的第一剂 也许打的是AZ 打的是莫德纳 尤其在莫德纳这一项 更让大家为人诟病的是 我等不到我的第二剂在哪里 那我是不是迟迟就没有到 施打两剂的覆盖率呢 到底要等到何时 是不是政府下意也该好好的思考 必须要依下半季就是最后到年底 这段期间进疫苗的量能去施打 也有可能我必须要有混打的可能性 这些都是蔡比罗人刚刚呼吁 以及包含的是我们公卫专家 詹长泉她所呼吁的 未来16周也许要因应Delta 必须要去做的必要施打政策的改变 主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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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辈